欢迎回来和观谈这个节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洪震光 今天我来跟你们分享 有关于筹码的一些小小知识 赌场筹码的一些小小知识 好的 首先 筹码有分为 白色 红色 青色 黑色 还有一个 他是算是紫色 紫蓝色 只参与点蓝色这样子 这个颜色每个代表 每一个国家 多数 都是 用同样的颜色 白色是代表1块 红色是代表5块 青色是代表25块 100块是黑色 500块是 紫蓝色 以此类推还有等等的东西 讲到筹码筹码里面 除了颜色 他还有 号码在这边他的价值 比如说这个100块他就会写100块在中间 再来就是 筹码 的价值 越高 当你用 scan scan的时候 他scan出的那些 闪闪的东西 会越大 1块 几乎是scan没有东西的 5块 可能是旁边有一些小小的反光这样子 他们就用蓝光来scan 再来是100块 100块就可能 旁边 等到好像500块 1000块5000块 大的筹码 他们就可以展现出 他们的 整理 会有闪闪的那一种东西 是赌场里面专有的 就好 就比如好像 货币 货币的时候你拿scan的时候他有人投出来啊 类似这样的东西 赌场 也有 在赌场哪里可以换筹码呢 钱 去筹码 哪里都可以 哪一个桌都可以 但是 筹码 换钱 只有去柜台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学的 one to many and many to one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